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享的文章来自依然 生活很难 但你要挺住 生容易 活容易 生活不容易 有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其实 当你觉得生活轻松快乐的时候 是因为有人在背后 为你承担那一份生活的重担 生活就是琐碎 而诗和远方 总是理想 又或是逃避 生活不容易 每个人的生活 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痛苦和难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那么一段 想要放弃 却无从逃避的日子 成年人的生活 从来都没有容易二字 总是经历了很多苦和累 一边流着眼泪 也要一边为明天的生活而奋斗 因为生活艰难 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 没有时间去找人倾诉 有时候 更没有人来听我们说那些 难以启使的柔弱 白天忙于工作 忙于家务 照顾一家人 晚上疲惫不堪 却没有时间休息 心情烦闷 却无从发泄 总是匆匆忙忙 就有开始新的一天 日复一日 生活的确很难 不仅需要为了得到一些物质 而不断奋斗努力 还需要应付复杂的社会关系 那些阿谀奉长的人 那些两面三刀的心 那些逢场作戏 明明内心煎熬 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都总是让我们心情焦虑 让我们难受不已 有的时候 我们明明很累了 只想停下来休息休息 却又不得不 为了一份责任 而向生活妥协 做着那一个并不喜欢的自己 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 人生艰难 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成为你通往幸福的垫脚石 成为你成功路上的铺垫 我知道现在的一切 好像都不太如意 似乎所有的事情 都在和你作对 但你一定要挺住 生活是一场马拉松 不是比一时的输赢 笑到最后的人 才是真正的赢家 只要你挺住 跨过一次又一次 生活对你的考验 也许到最后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了 做个好梦吧 猜猜哦 人生艰难 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成为你通往幸福的垫脚石 成为你成功路上的铺垫 人生艰难 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成为你通往幸福的垫脚石 成为你成功路上的铺垫 人生艰难 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成为你通往幸福的垫脚石 成为你成功路上的铺垫 嗨 你好 我是红梅 今天也过得好吗 我在韩国大丘向你问好 今晚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依然 生活很难 但你要挺住 生容易 活容易 生活不容易 有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其实 当你觉得生活轻松快乐的时候 是因为有人在背后 为你承担那一份生活的重担 生活就是琐碎 而诗和远方 总是理想 又或是逃避 生活不容易 每个人的生活 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痛苦和难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那么一段 想要放弃 却无从逃避的日子 成年人的生活 从来都没有容易二字 总是经历了很多苦和累 一边流着眼泪 也要一边为明天的生活而奋斗 因为生活艰难 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 没有时间去找人倾诉 有时候 更没有人来听我们说那些 难以启使的柔弱 白天忙于工作 忙于家务 照顾一家人 晚上疲惫不堪 却没有时间休息 心情烦闷 却无从发泄 总是匆匆忙忙 就又开始新的一天 日复一日 生活的确很难 不仅需要为了得到一些物质 而不断奋斗努力 还需要应付复杂的社会关系 那些阿谀奉承的人 那些两面三刀的心 那些逢场作戏 明明内心煎熬 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都总是让我们心情焦虑 让我们难受不已 有的时候 我们明明很累了 只想停下来休息休息 却又不得不 为了一份责任 而向生活妥协 做着那一个并不喜欢的自己 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 人生艰难 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成为你通往幸福的垫脚石 成为你成功路上的铺垫 我知道现在的一切 好像都不太如意 似乎所有的事情 都在和你作对 但你一定要挺住 生活是一场马拉松 不是比一时的输赢 笑到最后的人 才是真正的赢家 只要你挺住 跨过一次又一次 生活对你的考验 也许到最后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了 做个好梦吧 猜猜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